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一号女嘉宾 或许你会发现我可能是那个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严奥海狼桥提问 学习骑马射箭的契机是 就是因为自己刚好比较喜欢这个 所以就学了 觉得自己是假小子吗 小时候是假小子 现在是女汉子 恭喜严奥海胜利过干 欢迎奥海来到我们的完美现场 非常完美 由高跟香跟喜库的舞台 阿道恩在你乐场 这个味道一对一对 大家好 我叫颜奥海来自河南贺璧 今年25岁 我的职业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我的爱情宣言是深夜的酒 清晨的粥 你想要我都有 那接下来要选选看心动男生到底是谁了 来上前两步 上前滑动是谁的 马上我们要通过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女嘉宾 我的五年 第四种情感 别样的恋爱 妈妈 女儿 你可以选择巨手男嘉宾向你提问 那个东北渔伟博吧 我的五年 我这五年是在部队服役 然后我是一个退役女兵 你是哪个兵重 我是火箭军 挺好 挺喜欢 因为我平时总说 那个关于什么国家当面走路的 就一看到我就特别自豪 感觉我是中国人 特别开心 这有一个小视频的 这是我短头发的时候的样子 很精神哎 这是冬天的大衣 嗯 我觉得你很适合短发 亲爱的 这是我们退伍的时候的照片 要不要我们就是来一个互动 什么互动 就是我挑我觉得没有精神的 提个神是吧 对 哪一些呢 袁世忠 还有呢 徐迟 徐迟 还有呢 同指尾巴 他太瘦了 感觉没有力气 12号 还有呢 1号吧 蔡子豪 8号 于柯红 想让你们就看着更挺拔一点 更帅气一点 然后首先 请你们中指贴紧裤缝线 对 然后你们的间距 稍微拉近一点点 拉近一点 对对对 不要太近 有一拳的距离 啊 DJ怎么笑成那样 DJ 因为 原始中他脚一上 有点像卓别灵的感觉 就是平时随意散漫贯了 一旦非常正式的或者是很端正的站立 看起来都不像他们本来的样子了 对吧 还真是 然后把头抬起来 头抬起来不是抬高 下额微收 脖子贴你们的后衣领 对 就是踢上去的话 高度大概是这个高度 跟我照起 脚尖下压 脚尖下压 对对对对 好啊 看谁坚持的时间长 特别好 不要看脚 不要看脚 上体还要保持正直 原始中 下去 坚持不了的就请自行回味 现在还剩三个人 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不要看自己的脚 对 可以两眼目视前方 坚定一点 有人看来不行了 不行了 哎呀好 现在只有徐迟还有柯虹 我感觉他俩重心非常的稳 是的 已经掌握到了真理 但必然会有一个人先撑不住 我们就等着 好 DJ怎么说 我们聊关键词是吧 先聊关键词 我也觉得是 来 亲爱的过来 我们聊关键词 别动哦 男人别动 来6号6号你说 第四中男女 就是你像正常人的 哎呀 有人自我放弃了 还石头剪刀布 就是正常人的话 就是亲情爱情友情 但是当过兵的人 他都知道 我们还有一个战友情 我是主要是想讲 就是我部队最好的一个战友 就我一个小姐姐 就是我 我退伍了 他还在部队 后面有时候他会 经常会跟我讲说 我好想你啊 我好想见你啊 然后我听他说完这种话 就是我会把我手头 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之后 然后我会去找他 然后我每次去找他的话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的部队的话 就是在那种山沟沟里面 就是我每次去找他 就是一大早就出发 然后飞机 火车 或者高铁 然后再转大巴车 然后到那个县里面 然后就晚上了 我就等第二天的时候 再从县里去找他 就是我会做那种三蹦子 就是三轮车 然后去找他 基本上 我每次去找他 就是要把所有的交通工具 都换一个遍 我才能见到他 但是见到之后可能 见面可能就两三个小时的那种 就很想到 你刚才讲了很多工作嘛 友情嘛 那比如说 你做了五年的军队了 那一定就是 有影响到你感情上面的发展吧 或者你在军队之前 有没有谈过恋爱 或者军队之后 有没有谈过恋爱 就是我有谈一个恋爱 是我的同学 然后是他先去当的兵 我是大学 大三的时候去当兵的 我当第一年兵的时候 他已经第二年了 我们每周打电话 是只有五分钟 除去你就是战线的时间 或者打不通的时间 你可能真正讲话 只有两三分钟 就是那种插卡事的老电话 然后我俩就写信 真的是写了两年多的信 我收到他的信 基本上有 就那种大的箱子 收纳箱 有一箱 我给他写的信更多 因为我可能不是一个 特别会用嘴巴 去讲一些情感的人 就是我想到什么 我就写下来给他 一有时间 我就给我们通信员 我说你帮我寄点信吧 通信怎么这么能写呀 然后我当时就说 你不知道吗 恋爱可以让人变成诗人的 女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特别像那种人 就是从前慢的感觉 从前慢 从前 车马 邮件都很慢 然后一声指甲爱一个人 然后我是觉得 如果你认识的一份感情的话 就是认你一个人 就是一辈子 就是当过兵嘛 最重要的就是忠诚 对 我想说 女嘉宾让我想起了一个事 其实女嘉宾喜欢了一种形式 一种习惯 就是在那个军营这种 比较单一啊 中规中矩的环境下 有一些爱情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可能有一部分这个原因 但是更多的就是 没有 我没有说是像 就是我不知道 你们谈恋爱都是怎么样的 我没有谈过一个近距离的恋爱 就是每天可以在一起 然后他可以为我做很多事情 所以后面就包括我的成长 以及我的恋爱 就造就我成为那种人 就是很刚 我自己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好 就是我可能 不需要你为我做很多事情 我自己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好 但是如果你愿意为我做 我会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 如果是讲人像敬业这种 你有没有可能喜欢上他 我更看重一个人 就是对你的真心的程度 你的意思就是他很假是吧 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开始 是的 女嘉宾 我跟你说敬业对你是真心的 他委托我一件事情 让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就是梦河 思荣物感小蘑菇气垫霜 思润遮瑕不卡粉 魔力在手一印成装 谢谢 好 我跟你走了 就是你当你没在一起的话 就是这种分享 这种感觉可能会觉得也挺美好的 但是有时候人跟人近距离的一起生活 你会发现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 我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 就是如果我们两个的生活磨合不到一起的话 我宁愿不要在一起 因为太难了 那你分手的时候是 是你提出来了 我们两个商量的分手 挺好的 挺好的 所以你到目前为止就只有这一段恋爱是吗 退伍就好长时间 就退伍到现在 又没有谈恋爱 对对 就是你很用心过 然后就很难遇见那种 就再让你动心的 所以说我 我为什么来这里 就是我觉得我遇见那个人了 我就想过来告诉他 其实他的恋爱完全都爱在自己的想象里 是因为距离而相爱 因为走近而分开 你今天到现场来给我带来的全部都是美好 写信的那种美好 可是在写信的时候 你放大了你的想念 一旦走近 不需要这份想念了 你反而不会爱了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可以在现场 走进现实 找到那个活生生的人 牵起那双带有温度的手 真正的面对面的跟他说 我喜欢你 我愿意在生活当中和你在一起 好吗 总要有个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吧 各位男生 首先来做出你们的决定 完美告白 为而来起选择 非常完美 由梦河私容不感气的妆 将我们 无力带生 三位都转身 但是按照规则 只有两位有告白的权利 所以接下来 你要在三位当中 怕死掉一位 到底哪一位不能够拥有向你告白的权利 请说出他的号码 童子为爸 我感觉他好像我弟弟 谢谢 童先生 有请 二号 十一号 我在台下的时候 其实 我刚才在思考 我在思考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就是跟我在28年至少见过这么多女生里面 你是什么样一个女生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 其实 刚才一号有问我 她是不是很漂亮 她是不是很漂亮 我还是说还好吧 也没有那个感觉 但是 你知道吗 刚才你 有一闪啊 那个笑的时候 我就感觉好有气质啊 但是 我觉得也还好 听完你的故事 我发现 是有心中的感觉 那个 旁边有个爱心感 她有问我们 就是如果 我叫了一个女朋友 我会想带她做什么 你知道吗 然后当时我思考了很久 我就说 我如果真的有女朋友的话 我会带她去做什么 我想带她去旅游 帮你去拿一下 你刚才说 你跟你 就是以前的男朋友 都是 就是写信的 我跟你说 我一点都没有这个习惯 从小就特别懒 但是我很想 就是不知道为啥 就是没经历过这些 我很想 就写一封信 你知道吗 你刚才说 我不知道我写得很丑 其实这句话很简单 我只是想说 我这五年 去了很多地方 但是没有带着 一个我喜欢的人去旅游 有可能我 就是比较懒散 但是呢 我可以为你改 我可以早上很早起来 我会 衣服整理好 然后 你想我做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去做 最重要的 我希望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旅游 我把贺卡收了 但是 我想先听一下 他讲什么 不好意思 你好 女嘉宾你好 我想先 就是说你今天穿了 一天的高温鞋 然后肯定很累 然后所以说 我想把我 送给女朋友的礼物 先让 先给你 先拿出来看一下 OK 我为什么送这个 这双鞋给我女朋友 就是因为 虽然高温鞋 能够让它变得很美 但是我想 它跟我在一起的状态 是最舒服的状态 然后你先换一下 我其实当时是刚好 有一点点的低血糖 有一点点的响云 他送过来 鞋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就是 解救了自己 就是他解救了我 那一瞬间吧 拖鞋好可爱 我没有穿过 这么可爱的拖鞋 我拖鞋都是那种 很难试的 那种大早堂子的 那种拖鞋 你也挺累吧 穿高跟鞋 还好 其实习惯了 我们在部队经常 就是长服的话 会配我高跟鞋 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 我跟你的互动不多 然后也没有问你问题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 当你说你是军人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 莫名地就 有一种感觉 因为我从小也有一个 当兵的梦 我特别喜欢当兵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身上的套制 有很多 特别吃苦耐劳 很多的坚持 他们那种毅力 特别让我们就说 我们是普通人 肯定是感受不到的 我还有一个 特别深的感受就是 他们喊口号 特别的响亮 我想喊出来 我对你来爱意 我喜欢你 我想大声告诉你 一直在我世界里 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 我有一天 我看到的是你的 每一天 这一晚 没有感觉 当他喊出那句话的时候 我其实内心还是蛮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勇气的人 他刚教导他自己 就是我来的时候 我有说 我是为一个男嘉宾来的 虽然他没有给我转身 我也说了 哪怕他不会给我转身 我也会告诉他 我今天的想法 所以我很感谢袁世忠 也谢谢你 就是你们两个今天 能够站上来跟我说这句话 其实很少有男孩子 就是这样子 向我表达情感的那种 就这种近距离的 我也很少 我很少跟女孩子 所以说我不会去告白 我平时也就特别绵绵的 爱也停止了 可是坠落他 感觉怎么还真得 就是向我喜欢的 那个男生告白 可以 是我最容易 袁世忠 谢谢你 接下来我想先准备一下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就能陪你 在我的卡片里 有一个卡片 是我手写的 然后只有一张 可以麻烦那位男嘉宾 上一下舞台吗 你在哪里 真的想 静默的时候 有个半 日子在忙 也有人一起吃早餐 虽然这种心 就是太简单 只想有人在一起 不管明天在哪 我感觉就非常梦幻 再配合茶商的场景 遇见浑然天真的交集 错过多可惜 如果你是真的 决定处出我的心 能不能有人告诉他 别让我伤心 就是这首歌不是叫 《当爱在靠近》吗 然后我就想 一步一步地走近他 靠近他 告诉他我喜欢他 抱住你 他骚动你的心 遮住你的眼睛 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都好想要等你再怎么回应 天地都安静 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天地都安静 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唱唱很好听 可以坐下吗 好 我手有点抖 建议我把衣服脱下来吗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绅士的人 就是很贴心 然后很会照顾人吧 这太美了吧 这怎么会是我 我真的很 我很惊讶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你吗 刚才上台的时候 对 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 然后 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认识场上所有的男嘉宾 然后当时你就站在那个位置 然后穿了一个灰色的衣服 戴了个帽子 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当时是有拍一张你的照片的 就感觉你和就是别的男嘉宾不太一样 就是有一种就是可以撞击到我心里的那种东西 我今天很紧张 我是音乐老师 但是我唱歌手都在抖 然后我刚才点蜡烛 我手也在抖 就是 我看见你 我是真的真的会紧张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你刚刚唱歌唱得很好 不用紧张 我看这个红酒不错 后面就放松一下 好不好 我慢慢说 Cheers Relax 放松 没关系 你慢慢说 我 我很认真的在听 因为我没有你的联络方式 就是 就是单纯的听你讲话 然后我就恶补嘛 看你们那个视频 然后我会看 你今天有没有 这期有没有向别的女嘉宾告白呀 有没有人向你告白呀 每次别人向你告白 我都会好紧张 我说 哇 全走了怎么办 难道我连一个就是 告诉她我喜欢她的机会都没有吗 就是会很担心 所以我就 就是联系上了之后 我就想就是第一时间过来见你 我可以请你去前面一下吗 可以啊 这边 对 然后你伸出你的左手 这样 然后我走 你跟着我走 你大概不知道我做这个动作的意思吧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就是 这是一个旋转门 嗯 就是我周五来到北京 我拖着行李箱 然后进酒店 当时你刚好出酒店 然后咱俩就在那个旋转门那儿进去了 我拖了一个行李箱 但是我当时戴有口罩 我就看了你一眼 然后我去前台签那个收据单的时候 我的手就是这样抖的 真的是这样子抖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手抖的时刻 所以我那一瞬间我更加确定了 我一定要把我心里的这些话告诉你 嗯 你其实是个心思蛮吸引力的一个女生 贵正卫视非常完美 你让我独自潇潇 独自飙眼泪 让我是个牵挂 是个我相陪 只有你笑着嘴角味道 笑起来最美 看到你看到你 非常完美 哇 你很相近耶 你真人也非常漂亮 谢谢 走进了之后我觉得很漂亮 谢谢 原来你当时坐在这个 对 我当时就坐在老师后面的那个位置 然后你当时就在那儿站着 然后我就偷拍了你 有一句歌不是这么说的吗 就是说 别人没来又延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我就是那个偷偷看你一眼的那个人 我真的蛮感动的 觉得他很多细节都注意到我 而且是默默地关注我 而且是默默地关注我 我很感动 我其实在告白过程开始之前 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转身 因为我觉得 这个女生走出来所有的气质 包括你在台上的所有的谈吐 都是非常端庄 然后没有一点瑕疵 包括站姿 包括你走路和人握手的方式 气质也非常好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犹豫没有按下这个钮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是需要一定的磁场 一定的这种感觉 磁场我们好像有一种东西不是太吻合 至少今天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 我感觉 不能让我回到家里面 好像完全就放纵自己 放松下来那种感觉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可能我的另一半将来 我希望有互补 能让我一到家里面完全放松自己 的那种这么一个人 也许你是这么一个人 只是今天在舞台上 没有完全让我感到 可能那一个方面的你 而给我的感觉是 你的性格很刚 然后我一直在犹豫 按扮那个按钮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我们俩 两个刚性格的人在一起 可能没办法全部放松下来 而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 不论做什么 都会让我们自己放松下来 能做自己 然后也希望你能在将来 找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那份心 可以吗 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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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 我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 就是我在跟你告白的时候 我发现我在跟你互动的时候 没有那个眼神 然后当时我就直接走了 所以我很想跟你说一些对不起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第二次发现 你在进来的时候 我发现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废话 其实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了 刚才 是只是从我的角度出发 但是我重新在看到你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懂了 你累了 你让我照顾你吧 人生 想交换一个人 我在眼神 这个那一瞬间 你真的觉得挺感变的 我真的准备好了 我 我们 可以先做朋友吗 因为 我们可以牵着手 一起当朋友 牵手 牵手不是朋友 我觉得 如果我现在答应你 然后我们一起走 这是我对你的不负责任 我不好意思 谢谢你 谢谢 我 因为我不知道 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 所以我今生才会 那么努力把最好的 你 爱你 就变成 伤害你 我的爱 快要 窒息 不是 不疑 只是 太 爱你 因为 我不知道 下一辈子 还是否能 遇见你 所以 我 一生才会 那么努力 把最好的 理解这时候去 应该是合适的吧 孝老师 最后一幕 很令人动容 那我只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像他这样的男人跟女人都很多 就是 当你很坚强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内心慢慢干枯了 慢慢没有爱了 为什么 因为你表现得太坚强 什么都自己扛的时候 那些爱你的人 他没有机会给你爱 所想奉劝那些 在生活上拼搏的人 你很坚强的时候 至少在你爱的人面前 或爱你的人面前 你可以放下你的坚强 表现出你的脆弱 让这些爱你的或你爱的人 来给你爱 给你安慰 那你这样 那你这样才会得到爱的滋润 你也才是真正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那这样才有更有机会 跟你爱的人 去创造幸福 人们总说 女生应该找个好男人嫁了 女生应该找个安稳的工作将就 女生应该温温柔柔 小鸟一人 什么是应该 能让我停下脚步的 只有我自己 我固执 我选择把梦想 执着成宿命 我信任 我选择拼尽全力 创造未来 我选择高冷做事 本色做人 不曾全力奔跑 不怎敢给青春花上句点 我是高敏 做自己 才是我 高敏郎教体问 你是一个很酷的女生吗 是的 什么时候会狠 离开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不哭呢 爱你的时候 用计划形容现在的心情 想快一点出去 恭喜你梦想成真 欢迎高敏来到我们的现场 非常完美 由CCTV中国品牌版 入审主台 百云元带三粉 你好 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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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h Steph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而且你很有品味 服装搭配的也不错 但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 你的头发 我觉得一般的女孩 驾驭不了这个化学 埃及艳后是吧 你今天的 就是你的眼光 和你的头发真的很像 但是呢 就也真的很好看 谢谢 现在最重要的重点 是要选一下你的心动不心动 上前两步 仗前滑动 谢谢 微笑在美在天 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原来太空在线 有你安慰 又是今天 接下来是选不心动 是谁 不心动可以选 最多可以选多少位 我们没有上线 对 不心动三号 第一个三号 太冷酷了吧 太冷酷了吧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几号 九号 九号 九号怎么了呢 觉得他太无情了 刚才我看了好半天啊 你是说看一个女嘉宾告白吗 那个是上一个女嘉宾的事吗 是的 太无情了 这是噎的人说不出话 还有吗 没有了吧 没有了 哦 那我们就关键词来了解一下 这个有个性的女生 一周一辈子 分界线 同居室友 晚一点 一周一辈子可以吗 意思是 我本来是从北方过来的 黑龙江哈尔滨过来的 毕业之后去成都 只去了一周 去玩了一周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一周之内 过得太安逸了 然后我就回家了 卷皮快卷 我就去了成都 接下来就开始学习 还有就是办工作室 然后给别人画画 接触了很多非常重情义的客人 了解到他们好多好多故事 对 而且我有带来几幅我自己的作品 可以请道具老师 帮我拿一下 拿一下 这是我带来了的两幅作品 我想问一下各位男嘉宾 能不能看出来我画的是什么 女嘉宾你好 我大概看了一下 是你的 我猜想一下 是你的母亲 看着窗外的田园风光吗 特别谢谢您 这画有那么老吗 长头发就像母亲吗 你姐姐 有皱纹吗 怎么能是母亲呢 你的妹妹 我觉得你在报复我 我没有 我没有一点报复的心灵 我只是有些时候 智商比较低一些 那请问女嘉宾 给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幅画是我的自画像啊 像吗 我觉得你 她的意思就是你的本人 要比画画漂亮多了 她根本就没有把你们联系起来 她在否认我画的不像 不是 你一出来我就觉得你特别 我不知道其他男嘉宾注意没有 你从你的那个眼神 包括仪姐问你问题 那种嘴角提起来笑 很像一个人 像那个赵薇小燕子 有人说过你吗 当然有啊 我明星脸多了啊 那还说你像谁啊 除了像赵薇之外 想听 十四号说的好 我觉得有点像孙丽 好 画起来好看 好 你喜欢就好 我当时心 心里都刻开了花 我觉得VCR里面像王菲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重点是 我们看看这两幅画 还有什么 对 我们聊的画吧 所以这幅画是我在上 大学的时候的一个毕业作品 也是我画的第一幅油画画像 我的自画像 看上去很单纯 而且很年轻啊 所以说黑头发 披肩发 没有画妆的样子 这幅画有什么 有名字吗 当然有啊 想听一下 我是这个画是一个系列 有四幅 四幅是我在四年的成长经历 有四个不同的样子 所以今天我只带来一幅 这个是我最单纯的时候 名字是四季 那那一幅呢 那一幅呢 这幅 这幅明显是个风景啊 是我在油画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油画村啊 这个可能要问 有会画画的人吗 十四号啊 真的吗 油画村你有知道吗 因为我估计其他男生 油画村是吧 对 特别出名 因为我不是画油画的 它是一个有俄罗斯风情那些建筑的小镇 包括是特别著名一个地方 每年都会有很多 或者是教授啊 或者是油画大使之类的 去哪里写生 我那个时候只是路过去玩了一下 然后就在路边上画了一幅 所以是这两幅画的意思就是 要告诉我们 你会画画 然后画得很好 怎么只看到表面的一些 我介绍了这么半天 我的经历 我都画 那个阶段和我现在 BJ那时候心里有没有好受多了 它不是针对你 它针对所有人 没有 我只是觉得它越来越漂亮了 那你这段时间是经历了什么 让你变化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现在更厉害 更漂亮了 来来来来 往前这一点 让它们看得漂亮的 经历 那你能经历比我多 你能讲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们其他人经历没什么好聊的 我觉得他经历你可以跟他聊聊 他美术 他也学美术的 所以画挺好的 就画了一个女 可是他连油画圈都不知道 油画 这个还是顺悦有专攻 有不同的领域 你怎么不怼他了呢 他说的对的 他说的对的 他没说什么呀 他谦虚 他说他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十四十五号你说两句 十五号 刚才女嘉宾一句话 我觉得我应该 指点一下女嘉宾 他说那幅画上 它是最干净最单纯的 就感觉现在你很复杂 很肮脏一样 但是我想跟女嘉宾说 是再过两年 你再回去看 你发现自己 前两年好单纯的 干净和单纯相对的 不是肮脏之类的 而是进步成长 更加稳重成熟 就我所有的那个 女嘉宾那个浓妆的背后 看到一个成熟的内心 我觉得跟女嘉宾聊天 必须要有双商 情商和智商都高的 所以我特别想请我们的 袁老板 跟女嘉宾聊聊天 我们聊晚一点吧 晚一点 晚一点的意思是 因为妈妈从小 就是特别开明一个人 直到现在 我对婚姻的看法是 不要太早 晚一点 有两点吧 就是首先要有 经济能力 支撑婚姻和家庭 第二就是 要有成熟的心智 还有就是来经营 我们这个感情 对待爱人 以及孩子老人 所以说要晚一点 聊完之后 好像只有静总 这边可以买房买车 又成熟 所以你可以跟15号聊一聊 那我就问一下 女嘉宾 红居室友吧 红居室友 代表的是我 养了三只流浪 猫猫和狗狗 所以跟他们一起生活 吃饭 工作 起床啊 逛街 这样 他们就是我的室友 如果你有男朋友以后 你男朋友还老几 第四吧 老四啊 我就劝那个 未婚女性 少养宠物 不然男朋友心里不平衡 男朋友也喜欢他们 怎么办呢 那男朋友可以排老大 他们排老三老四吗 毕竟男朋友又不是流浪来的 就你嘉宾喜欢 受养流浪的一些动物 应该应该是比较有爱心的 那你会跟你男朋友撒娇吗 当然会呀 撒一个来听一下 撒一个我对 我对谁来撒 我觉得我觉得这样好了 你暂时现在不要撒了 我觉得待会你有机会撒的 好 对吧 我觉得高敏是高怼怼的性格 就是怼谁怼谁 但是全场的男嘉宾 几乎每个跟他对话的都怼过了 只有一个人他没怼过 别人说什么 他说当然是这样啊 我很老吗 但那个男孩一说话 他说 你说得对 其实我相信 在总老师说之前 刚刚其实大家已经都有判断了 都有一点感觉了 对吧 那 你不是想撒娇吗 你已经开始 我觉得你已经进入状态 一点都不早 刚刚好 有请14号 我先下去准备一下 好 徐迟 你看到那间换衣间吗 我希望你进去换一下 我给你准备的衣服好不好 等我叫你 你再出来好不好 徐迟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 出来了 嗯 这衣服是有什么特殊的 你觉得这衣服怎么样 群女的衣服吗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你觉得这个车熟不熟悉 看到一辆我以前开过的车 然后我看着他也穿了一件跟我一样的衣服 我就觉得就是 那么就是一个情侣去旅游 一起开车自驾游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坐在一样的衣服 那我们坐在上面好不好 你觉得感情怎么样 一两钟才小的感觉 看到你微博有一个置顶的视频 你开着这辆红色的车 你开着这辆红色的车 然后看沿途的风景 唱歌 画画 所以 我想说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坐上你这辆红色的车 和你一起看沿途的风景 一起 看漂泊的大雨 一起开在 满天烟花的夜晚 烟花是 很美丽 但是它太转斩了 就像黄昏一样 在看日落的时候 整个人会很安静 会想一些自己的未来啊 或者是一些过往的一些事情 所以 我们穿了一样的白色 白色T恤 我想给你留一些东西 你要在上面画画吗 对啊 那我背对着 为什么要背对 我要正面 你要画哪里 正面 这样我们这件衣服 也不会撞山了和别人 第一次有人在我衣服上画画 你要珍惜这件衣服 不要给我丢了啊 像不像 像谁 像我吗 就是有点像啊 有点像 那你要不要给我留点什么 好 那你画背上 这是一个树桩啊 然后下面下面是山 一种很高的山 然后 然后再画一个 画个你吧 好吧 画个 你说你 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 像四季 对吧 很 很单纯 那就画个年轻时候 小时候的你吧 好吧 好啊 男画的时候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是个男孩子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男 有一个男生 喜欢看星星吗 喜欢 下次有机会去 偏远的地方 看星星 好吧 OK 好了 这上面有我的吗 有 有小时候的你 希望你永远保持一颗单纯的心 我 我虽然我看不到我 但我觉得你 应该是 挺 挺和谐 很和谐 很美好的 对吗 就小时候的你 在山上 坐在一个树枝上 然后看着月亮 月亮上有一个男生 他在撒星星 希望 未来有那一个人 陪你去 做你很多 你想做的事情 希望有一个人 尽快出现在 你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 挺好 谢谢 谢谢你这活 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就这一会儿 觉得我们俩的 特别的亲近 你有看过雪吗 我当然有看 北方那种超级大的雪 我没有去过北方 但我见过雪 鹅毛大雪 雪地可以埋到膝盖上 特别漂亮 有机会去北方看一下雪 因为我一直想去东北 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没有觉得我 和VCR里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你VCR里面展现的是 你说你很酷 或干嘛的 其实我觉得你一点也不酷 不 不是那些 VCR里面 但是因为像我听到 就觉得你是一个很酷 就是你看见的 你看见什么 所以原谅我有点迟钝 你看这个短片吗 每个 可以再剪短一点吗 可以 他喜欢短发 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 这种算短发吗 这种算短发吗 是吗 还有这种那儿 我在后边 有听到说你跟一个女孩子告白 所以我不想上 我不想上来了 我也不想 没有办法 面对你 来都来了 白来了吗 我还是努力一下吧 你喜欢短发女孩子吗 我剪短吗 好看吗 剪头发那个视频 就是有很触动我的心 因为我 因为我一直说 我喜欢短发女生 但是一个很真诚的心 我就是很感动 别哭了 别哭了 因为你还是哭 我真的是 其实 我觉得你可以做你自己 就没必要为了一个人去 剪掉头发 但是我能理解你的心 然后做这个决定 可能只有这一次吧 所以 我希望我们俩在学地里 走走走 走着走着 就白了头 我慢慢的听 是如下的声音 披着眼睛幻想 他不会停 你没办法 当他把头发 站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我觉得 反而我再做一个 很重要的决定 我慢慢的 披着落下的声音 仿佛是 结婚的时候那种 抖起来 你明明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 我不应该去碰你这个头 如果你跟我以后话干嘛 能走路结婚的时候 我觉得我 可以把你弄这个东西 但我现在 我觉得我 这东西 如果我一旦给你弄了 但那个人可能 最后有可能 如果不是我 然后我觉得会 不那么美好 你先不要着急说 我还有最后最后一个 特别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先下去 我先下面等 等我一下 谁来陪着一生 好光景 走我影子的人 走到哪 我都会想念 是你的吗 对 里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想问 我想问你的问题是 刚刚有说 这是你给未来 你朋友的礼物 礼物就是 王后的 所有在一起的时光 那 我愿意 陪你一起 白发苍苍 你愿不愿意 赠你的 往后余生 给我呢 往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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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陪你一起 白发苍苍 你愿不愿意 赠你的往后余生给我呢 往后一生 往后是你 听的是你 听的是你 我是你 心底温柔是你 其实我是一个画画者 我能规划好我自己的未来 以及我未来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 送过一个礼物给你好吗 你先把这个给你 跟我一样 我可以画一个盒子 可以是一个这样的盒子 我觉得 我不能把这个东西送给你 因为我自己的时间 我一定要留给我那个 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我给你画这个盒子 那是你装的你以后的往后余生 你以后的未来 你以后的精彩 以后你所有的故事 都会装在里面 但是我 嗯 勇气惶恐 我不能把我这个东西送给你 那一种 所以 不好意思 然后我也希望你 以后不要再为任何人 见到你的头发 所以 我在上场之前 有想过一回是这样的结果 我为什么和你一起在车上 就像烟花 只有那么一瞬间灿烂 但它那一刻开得特别耀眼 你会过头来 你不用记得我 你记得刚刚那一刻就好 这一刻 两一天说再见 朝着泪 人万年 是您的 应该 你的 最好的 你 恍惯 你不用记得我 你记得刚刚那刻 的夏天 情思若水三天 止取一票 我就是非常非常感动 我的内心曾经大概有三度 就是我的眼泪就夺旷而出了 我为这样的青春 这样的爱 为你能够有这样一份情意而感动 所以可能你觉得当下的此刻的心情 这个女孩跟你并不适合 当然我们要听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无论如何 我谢谢你们两位把这样的感动和温暖带到现场 也祝你们可以各自或者一起幸福 谢谢你们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但是听说呢 她有一张照片交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朋友的朋友 什么意思呢 听说你已经在狼桥了对吗 是的 好 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出场之前先让大家知道 朋友的朋友这五个字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一个人 他就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来说一下他的几个特点吧 也好 他超级爱吃辣 特别爱吃辣 对 然后他爱旅游 爱旅游 爱吃辣 于微博爱吃辣 爱旅游DJ 游遍全世界 还有 然后他喜欢拍照 喜欢拍照 那太多了 每一个都爱拍 我觉得是于微博吧 因为我每次去拍片 于微博总是喜欢吃咸葛拉条 然后他老爱拍照 嗯 我感觉我又要尴尬一次了 不是 你看 他的名字叫 汪 飘 有请汪飘 有请汪飘 非常美 有请汪飘 小小菜 特约代理 请汪飘 小小菜 又小 小 你好 你好 我叫李欣颖 我来自贵州贵阳 和你一个城市 你可能不是 太了解我 太熟悉我 但是你是我 朋友的朋友 我今天的爱情宣言是 你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想让你成为我的男朋友 当时你嘉宾对我说 我是他朋友的朋友 然后我想把我变成他的男朋友 然后我心里有点小激动 那道具老师可以帮我 布置一下现场吗 谢谢 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你看到这张照片熟悉吗 他没有发过你吧 应该 对 没有 他是我们共同的好友 就是你之前可能不太熟悉我 但是我一直就是有在了解你 这是他发的一个朋友圈 刚开始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对这个男生特别的感兴趣 对 然后 我就去找了一下他的一个微博 然后在微博里找到了你的照片 这一张是你在他的微博里 然后我从他的这张他的这个微博里 看了他关注的人 然后找到了你 然后我就翻看了你的微博 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阳光 很给人感觉很温暖的一个男孩 然后当时就其实对你就还蛮感兴趣的 然后当时就看到第三张照片 来参加非常完美的照片 然后大家都叫李光漂亮 我觉得这个名字蛮适合你的 很可爱 然后 当时 其实我就有一种冲动想要来 但是还是犹豫了一下 然后后来有一次机会 就是和我们共同的那个好友聚会 然后从他的口中呢 我就打听到你的一些消息 然后我就是从他的口中 我就了解到你是一个去每个地方 会去打卡拍照 然后做好备忘录 然后想说以后带喜欢的女孩子 一起来吃这样 其实我也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我觉得你还蛮浪漫的 因为我觉得美好的东西 需要有人和你分享的 那个是双倍的快乐 然后就把那些东西 我喜欢的和我 特别感动的一些事情 然后全部存在备忘录里面 然后就一条一条的以后 带着他去做 然后分享我的快乐 分享我的人生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 我觉得两个人去做 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 非常浪漫和幸福的事情 然后你不是很爱笑吗 其实我也是笑点特别低的一个人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 应该快乐我觉得是会传染的 就会觉得这样会很开心 就你能先闭上眼睛吗 我还有一个小礼物 就一个惊喜给你 谢谢 好了 你现在可以睁开眼睛啊 当我睁开眼看见裙子的时候 我觉得裙子很漂亮 特别适合你的嘉宾 这条裙子看到了吗 你觉得漂亮吗 我 我 这个 感觉很那个 很魔幻 感觉像那种 童话故事里面那种 小仙女穿的感觉一样 对 当时我决定要来参加 非常完美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在想要穿一个什么样的裙子去见你 然后当时我就逛到了这条裙子 我觉得很漂亮 然后 但我觉得穿上它来的话会太隆重了 我怕吓到你 所以我就选择把它带到了这个台上 我觉得它代表了我想要见你的那份悸动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有很多很多的相似点 我们在一个城市 然后我们都特别的爱吃辣 我们都很爱旅游 然后爱和朋友聚会 害怕孤独 害怕一个人在家 我觉得我们俩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点 就是内心会有一种很害怕一个人的感觉 所以才会喜欢出去玩和朋友在一起聚会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以后有我陪你 我们俩就不会孤独 就是我感觉就是一开始很突然 就前面什么环境也没有 然后什么交流也没有 然后就突然把我请出来 就我对你的了解是空白的 然后你 就你的父母怎么样 或者你的前任或你的感情观怎么样 就完全是未知的 就是能说一下吗 之前其实我也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然后他当时 因为我爸爸年纪大了 他身体不太好 那段时间就是经常住院 他后面打动到我的一个点 就是他非常的孝顺 然后在我爸生病的那段时间 住院的那段时间 就一直在照顾我和我爸爸 所以 就当时 我很感动就和他在一起了 但是在一起久了以后呢 我发现他这个人 控制欲真的特别的长 原本我微信上 有一千七百多个人吧 然后他就让我删掉了 我所有的异性 然后包括一些 不经常联系的同性 都删掉了 所以一千七百多个人 然后删掉了只剩一百多个 然后他不让我跟所有的 同性异性朋友出去玩都不行 都必须就是每天跟他待在一起 所以那样我就觉得 分开是最好的选择 对 直到就是在 对他的朋友圈上了解到你 然后我想 就是走出这段感情 和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 你 愿意 和我 就是试着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去到同一个 城市 一起回归啊 一起 唱歌 一起 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吧 当女生说我是她的新的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点震惊和犹豫的 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 就是和他造一张相吗 一起 好 好 就站 对 站在这里 可以吗 这有一个牌子 我把它翻上来 对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小心机 因为我想拍下和你的第一张照片 然后 发下属于我们俩的第一个朋友圈 我今天的爱情宣言是 你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想让你成为我的老太朋友 我想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所有关于 时间期间 连时间 这一期 让我们准备给未来女朋友的礼物 我去拿一下 这个是我给未来女朋友准备的礼物 然后我准备了一个哆啦A梦 因为哆啦A梦无所不能 然后我想成为她的不舒服呢 然后 把我所有的宠爱都给她 我一个朋友的身份给你吧 因为我们一个地方 然后很多相似点 我把这个作为友谊的相似送给你吧 当她说她只能以朋友的身份送我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其实内心是非常的失望的 好的 谢谢 然后你可以提出一个朋友的要求吧 那我提了你会答应吗 会吧 好 那我希望你可以跟我走下去 可以吗 其实当时我就是抱着小新的心态 说出我的愿望就是跟你走啊 其实就想逗逗她 然后我去拿礼物的时候 其实已经做好准备和她走了 走吧 I can't let you go I can't try but I can't It's impossible I miss you too bad I can't miss away the pain I can't miss away the pain I can't let you go 我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啊 把这全力交给她了是吧 对 这就是由我们的最新冠冰箱 梦合提供的魔力在手 依应成章的美丽包 谢谢 祝福两位进入我们的完美之门 没错 没错 你最爱我没错我最好 哎呦 我要回归全身本色了 要快乐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贵州卫视非常完美 参集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